金平梅 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 堪称天下第一奇书 穿透七情六欲 洞察世道炎凉 在世景生活中 嬉笑怒骂看人生 道出亘古不变的人心 曾被世人误解的世界名著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慕容轩陪你品读 且说 这金莲抱着官哥 和陈静姐 旁若无人地 打情骂俏起来 如意一看 莲芒把官哥接过来抱着 金莲和静姐 两个人还在细虐着 金莲把那只桃花 做了一个圈 悄悄地 套在静姐的帽子上 这静姐也没注意到 就走出去了 正赶上梦雨楼 大姐和桂姐走过来 大姐一眼就看见了 这是谁干的 这是谁干的营生啊 陈静姐连忙把花拿下来 一声也没敢言语 就走了 这堂客们正在听戏 这堂客们正在听戏 戏文办了四大折 但见窗外日光弹指过 席前花影坐监仪 天色江湾 西门庆就吩咐 去 先给那些抬轿子的 每人一碗酒 四个烧饼 一盘熟肉 吃完后 把轿子排好 先是堂客轿子起身 官家骑马在后 来兴和厨师 抬石河煞后 这戴安来安 话同齐同 跟月娘和众人的轿子 秦同和四名排军 跟西门庆的马 奶妈如意 独自做一顶小轿 怀中抱着官哥 用被裹得紧紧的 进城了 那月娘还是不放心 就派话同来 叫她跟着奶妈的轿子 怕进城里人马太乱 且说西门庆陈静姐 才到家下马 只见平安 迎门就禀告 爹 今日掌刑夏老爹 亲自来找你 后来又派人来问了两遍 不知道有什么事 西门庆一听 心中一阵疑惑 到了厅上 书童接过衣服 西门庆又问 书童啊 今儿你夏老爹来 留下什么话了吗 他也没说什么 只是问爹去哪了 小的说 爹今儿去坟上烧纸去了 到晚上才回来 正在疑惑呢 只见平安来报 夏老爹来了 那时已是黄昏时分 只见夏提行穿着便衣 下马到厅上 西门长官 有一事赶来报雨你知道 咱们往后边屋里去说 西门庆让书童打开卷棚门 到里面说话 让左右都退下 夏提行说 今朝 县中李大人到学生那儿 说大巡 新近有参本上东经 长官和学生的名字都在上面 学生就令人抄了这个底本在这儿 西门庆听了 大惊失色 接过底报 在灯下观看 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寻案 山东监察御史 曾孝旭一本 参合五官贪官枉法 为我皇上陈述 参照山东提行所掌刑 郑谦户 夏延龄提行 贪污受贿 被同僚闲置 他扰乱科考 纵容儿子请人代考云云 离行副千户 西门庆 本是市井棍徒 任人为亲买官 此人一丁不食 生活糜烂 包养有夫之妇 受苗卿贿赂 此二臣 贪官污吏 一刻不可留任 望盛名垂听 走访详察 西门庆看了一遍 吓得面面相雀 默默不语 夏提青说 长官 你看 怎么办 西门庆说 常言道 兵来将党 水来土焉 事到如此 倒在人为 看来 咱们得打点礼物 早点派人上东京 求老爷去 商议完 夏提醒急忙告辞 到家拿了二百两银子 两把银壶 西门庆呢 准备了金香玉宝石腰带一条 三百两银子 夏家派了家人下寿 西门庆呢 派了来宝 把礼物打包好 西门庆写了一封书信 给宅管家 夏寿和来宝 两个人飞马 星夜赶往东京去了 不提 咱们且表 官哥 自打从坟上回家 夜里只是惊哭 不肯吃奶 吃了奶就吐 急得李平儿来告诉月娘 月娘说 你看看 我就那么说 还不到一周的孩子 别带他出城门 那降货 死活不听 瞪着眼睛跟我叫 这可倒好 现在可怎么办 李平儿正没法摆布 况且西门庆又被寻案弹劾了 和夏提行在前边说话 往东京打点礼物平事 心情也不好 家中孩子又病了 月娘派小丝叫婆子来看 又请小儿科太医 家里开门关门 整整乱了一夜 那刘婆子看了官哥说 哥这是着了些精气入肚啊 路上要撞见五道将军 不要紧的 买些纸 退送退送 就好了 又留了两副 朱砂丸药 用薄荷灯芯汤送下去 那孩子才安稳地睡了一觉 只是身上的热还没退 李平儿连忙拿出一两银子 叫刘婆子背纸去 然后又带了他老公和一个师婆来 在卷棚里给官哥烧纸 跳绳 那西门庭一早就和夏提醒 去东平府 胡植府那儿 打听抓苗青的消息去了 吴月娘听见刘婆说 孩子路上着了精气 就抱怨如意 如意啊 你不用心看着孩子 想必是路上轿子里吓着他了 不然怎么就好不起来呢 大娘 我在轿子里 把背包得紧紧的 又没颠着他 娘叫华彤来跟着轿子 那时候他还好好的呢 我抱着他睡 只是到家门口 他打了个冷战 到家就不吃奶 哭起来了 咱们按下这里 家中烧纸 给孩子下神 且说来宝下寿 一路即行 只用了五天 就赶到了东京城里 到太师府 见了翟管家 把两家的礼物都送上 翟管家 看了西门庆的书信 说 那曾御史 餐本还没到呢 你们啊 先住两天 等我对老爷说 叫老爷阁中 只批给曾御史的本说 该不知道 我再吩咐 我再吩咐 兵部余尚书 不把曾御史的本 交上来 叫你西门老爹 放心吧 肯定一点事也没有 翟管家 宅管家 管带了两人酒饭 让他们到客店安歇 静等听消息 这天 蔡太师修改旧条例的方案 圣旨准下来了 来保求府中的门历 暗暗地抄了个底报 准备带回家 给西门庆看 翟管家 写了回信 给了五两盘缠 让他俩回山东青河县 回到家中 西门庆正在家急的 像热锅上的蚂蚁 那下梯行 一天一遍 来问信 听见来保二人到了 西门庆赶快 叫他们到后边细问 来保说 爹 宅爹看了爹的书 说 此事不要紧 叫爹放心 现在 那个曾御史 已经被拿下了 另点了新御史 况且 曾御史的餐本 还没到呢 等他本到时 宅爹对老爷说 随他本上餐得怎么重 只批 该不知道 老爷这里 在吩咐兵部余尚书 只把他的本立案 不交上去 随他有天大的本事 也无妨 西门庆听了 这才放下心 那他的本儿怎么还不到啊 我们一去时 打马昼夜兼程 只用了五天就赶到京中 在他之前 我们回来 路上一蹴响铃一马 应该就是寻暗衙门 送本财道 哦 幸亏他的本子迟了 事情就平了 我就怕去迟了 爹 你放心 肯定没事 小的不但干了这件事 又打听两桩好事来 报爹知道 哦 什么事啊 太师老爷 新进推了七件事 旨意已经准行 咱们之前和乔庆姐爹 在高阳关上 纳的那三万粮仓钞 可以派给三万的盐 如今 蔡壮元做了两槐巡言 这几天就离京 卖盐 咱们可以赚不少钱呢 真有这事 爹 你要不信 小的抄了个底报在此 说着 拿出来给西门庆看 可是 上面许多字都不认识 就叫陈静记来念给他听 陈静记念到中间 也卡住了 有几个字不认识 就叫书童来念 那书童倒是门子出身 荡荡如流水 一直念到底 西门庆听了 又看了宅管家的信 蔡壮元建潮 又做了两槐巡言 最近要经过这里 心中不甚欢喜 立刻打发夏寿回家 夏寿啊 快去 报给你老爹知道 赏了来宝 五两银子 两瓶酒 一方肉 回房歇息 不在话下 这正是树大招风 风损树 人位名高 名丧身 胸中有志 中虚志 囊中无才 莫论才 话说 夏寿到家回了话 夏提醒一听 马上就来拜谢西门庆 感谢长官救命之恩啊 要不是倚仗长官的大能量 这可如何是好啊 西门庆笑 长官 放心 我料到 咱俩没做出格的事 随他说去 老爷那里 自有明鉴 说着 放桌吃饭 两人谈笑到晚 夏提醒 才告辞回家 到了第二天 依旧去衙门里 理事 不在话下 却表 寻案曾御史 一看自己的奏本 上去不行 就知道 这二位贪官 打点了 心中愤怒 因为蔡太师 所臣的七件事 里面有很多错误 都是损下意上的事 曾御史就赴经 见朝复命 上了一道表彰 说 天下的钱财 贵于流通 取民纸 民膏 巨大惊失 恐怕不是太平的治理方式 民间把米 卖给阵际灾民 勿可行 严超法 不可屡次更改 陈得知 百姓生活 已经很困苦 如此一来 谁来守帮呢 蔡经一看 大怒 奏上辉 曾天子 说曾御史 大肆狂言 阻挠国事 把曾御史 送到吏部考察 罢免到陕西庆州 之州 现在 陕西的 寻暗御史 是宋盘 就是学士 蔡幼的大舅哥 把他 替换到了山东 太师命令 把曾御史 除名 以报其仇 此事后事 表过不提 咱们再说 西门庆在家 一面派 韩道国 和乔大户的 外甥崔本 拿着苍超 早早的去 高阳关护部 韩爷那里 赶着挂号 西门庆 把来宝 留在家里 定下国品 预备 大桌面 酒席 打听 蔡御史 什么时候 传道 这一天 来宝 打听到 蔡御史 和巡岸 宋御史的船 一起 从京中 起身 都行到 东昌府 的地方 就赶快派人 回家通报 这里 西门庆 就和夏 梯行 一同起身 来宝 在东昌府船上 就先 见到了 蔡御史 送到了 下一场 然后 西门庆和 夏 梯行 出交 五十里 到新河口 百家村迎接 他们 先到 蔡御史 船上 拜见了 又说 要一同 邀请宋御史 蔡御史说 我知道了 一定同他 到府上 再看 东平湖 知府 还有各级官员 都来伺候迎接 帅府 周守辈 京都监 张团练 也都领人马 跟随 开路 清道 连鸡犬 都不许出来 锣鼓 喧天 迎接 宋巡岸 进东平府 茶院 各处官员 都见了 成递了文书 安歇一夜 到了第二天 宋御史的 门历来报 巡岩御史 蔡爷来访 宋御史 连忙出门 宋御史问 哎哟 年兄 什么时候走呢 蔡御史说 学生会待一两天 宋御史啊 这清河县 我有一相识的 西门庆 可是这里的巨族啊 为人谨慎 富有好理 也是蔡老先生 门下的 和学生 有一面之交 蒙他远阳 学生正要到他府上 拜一拜 宋御史问 是那个西门签兵 对 他呀 如今已经是 本处提行签户了 左儿已参见过年兄了 宋御史 让左右拿手本来看 看到了西门庆 和夏提行的名字 哦 这就是翟云峰 管家的亲戚 是 就是他 现在呀 他正在外面等候 要求学生奉陪年兄 到他家用餐 不知年兄 意下如何呀 学生出到此处 怕是 去了不好 年兄 怕什么 既然 既然看在宅管家的份上 你我去走走 又有什么不好的 说完 吩咐看教 就一同起行 西门庆得知了这个消息 和来宝奔四 骑快马 先奔回家 预备酒席 门口 搭上 赵山彩棚 鼓乐齐鸣 戏曲杂耍 一应俱全 宋玉使只带了几个 蓝旗 青道官吏跟随 和蔡玉使 做两顶大轿 一同 来到了西门府 这 可是轰动了 东平府 大闹了 青河县 都说 真没想到啊 那巡岸老爷 也认识西门大官人 还到他家吃酒来了 把周手辈 行都间 张团练紧张的 带着人马 把住左右街口伺候 西门庆 青衣观带 远远的 出了迎接 两边鼓乐吹打 宋玉使和蔡玉使 都穿着 大红皮毛绣服 随从人 拿着两把大扇子 只见 五金厅上 香帘高卷 锦平罗列 十分齐整 两位官员 跟西门庆续礼 蔡玉使 让家人 拿见面礼 两批丝绸 一部文集 四代牙茶 一方端兮宴台 宋玉使 纸投了个拜帖 上面写着 世生 宋桥年拜 对西门庆说 久闻大明 学生 出林此利 本不该打扰 要不是 蔡棉兄 邀请进拜 哪有幸 见到你呀 西门庆 一听 慌忙 倒身下拜 湖乃一介五官 今日 姓蒙清雇 彭必生辉 彭必生辉呀 当下 蔡玉使 让宋玉使 居左 他自己在右 西门庆 垂首相陪 茶汤 献霸 古月 琴瑟 数不尽的 山珍海味 佳肴美酒 两位的跟从人 每位五十瓶酒 五百样点心 一百斤熟肉 都领下去 这一天 西门庆这喜酒 花费了千两金银 那宋玉使 为人浮躁 只做了没多大会儿 听了一折戏文 就站起身来 急得西门庆 再三挽留 蔡玉使 在旁边也说 年兄 再稍坐一会儿 就这么走了 岂不是太仓促了 宋玉使说 年兄 你再坐坐 学生还想到 茶院里 处理些公事呢 西门庆 早已令手下 把两张桌席 连金银器 装在石盒里 共有二十台 叫人抬去 宋玉使的一张大桌席 两瓣酒 两只羊 两封金丝花 两匹断红 一副金台盘 两把银纸壶 十个银酒杯 两个银折鱼 一双银柱 蔡玉使的 也是一样的 都递上了接铁 宋玉使 再三推辞 这个 学生怎么敢领啊 又看着蔡玉使 蔡玉使说 英雄 即将来此地上任 这些 自然是欢迎你的 我又岂敢当之 西门庆说 些许卑里 不过是些 酒和菜而已 千万别见外 别见外 二官推让的同时 桌席 已经抬出门外 宋玉使 不得已 才令左右 收了接铁 向西门庆 致谢说 今日 初来乍到 就打扰圣席 又成厚礼 何以报答 这份厚恩 不敢相忘 又对蔡玉使说 元兄 你再坐坐 学生告别了 宋玉使 告辞起身 西门庆 还要远送 宋玉使 急忙 请他回去 举手上轿而去 西门庆回来 陪侍蔡玉使 蔡玉使说 一开始啊 他不肯来 我告诉他 你和老先生 那边相熟 他这才来了 他也知道 府上和宅云峰管家 有亲戚 西门庆说 想必 宅庆家 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看 宋玉使为人 有些蹊跷 有蹊跷 他虽然是江西人 倒也没什么蹊跷处 只是啊 今日出会 有点不自然罢了 蔡老先生 今天已经晚了 您就别回船上去了 不行啊 我明早要开船长行呢 老先生 别嫌弃 在社 留宿一晚 明天 学圣 长廷 送见 那就过蒙 厚爱了 蔡玉使 吩咐 手下人 你们都回门外去吧 明早来接我 众人 都英诺 去了 只留下 两个家人 伺候 西门庆一看 手下人 都去了 就走下席来 在戴安 耳边 小声说 马上去院里 叫董娇儿 含金串 让他们两个来 要从后门 用轿子抬进来 不要让人知道 西门庆回到席上 陪蔡玉使吃酒 西门庆问 老先生 老先生到家多长时间过来的 令堂老夫人身体还好吧 是啊 老母身体还不错 学生在家 不觉待了半载 回来建朝 没想到 被曹和谈和检举 被罢免了职位 学生就选在西台 新典围 两槐巡言 宋年兄 就在这里 作寻案了 也是 蔡老先生门下的 正说着 带安进来 爹 董娇儿 韩金串来了 西门庆来到上方 董娇儿和韩金串 连忙磕头 西门庆说 今儿请你们两个来 晚上要服侍你蔡老爹 他是寻案御史 你们不可怠慢 用心服侍他 我令仇打你们 韩金串笑了 爹 不用吩咐 俺们都知道 西门庆笑了 他是浩南风的 你们不用 放不开手脚 娘 你听 爹越发老辣了 这个 俺们懂的 这时 莱宝和陈静记 拿着接铁走来 爹 刚才 乔庆姐爹说 趁着蔡老爹 这会儿闲 写上 俺们两个名字在这儿 好啊 你跟我来 莱宝 跟到卷棚 阁子外边 等着 且说 西门庆 举起酒杯 蔡老先生 我有一事 在此 不敢说 你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 学生 无不领命 是这样的 去年和亲戚 纳过一些粮草 被派到 御史 宁管辖的 扬州 去支盐 希望啊 到那儿 您给 关照一下 早点 给支放盐 就是厚爱了 蔡御史 看了接铁 笑了 这有什么难的 西门庆 把莱宝叫到跟前 跪下 莱宝 还不快给你 蔡爷磕头 好 我到扬州 你等 直接来茶院 见我 我呀 比别的商人 早开始 一个月 西门庆说 老先生照顾 早放十天 就够了 蔡御史 把圆铁 放在袖子里 书童在旁边 针上酒 弟子们 又唱起来 唱完了 已经是掌灯时分 蔡御史说 今天打扰了 这酒 就喝到这儿吧 说着 起身出席 左右要掌灯 西门庆说 先别掌烛 等老先生 后边更衣 又到花园里 游玩了一会儿 让到翡翠轩 那里 也是香莲 低促 银竹辉煌 早已经 设下了酒席 书童 把卷棚里的家伙 收了 关上脚门 只见 两个唱的 盛装打扮 站在台阶下 磕了四个头 但见 绰约容颜 金缕衣 好似乌山 行与归 蔡御史一看 欲进不能 欲退 不舍 就说 西门庆 你如何 这等厚爱呀 恐怕 使不得 西门庆笑了 哈哈 与西日 东山之游 又有什么 不一样呢 蔡御史说 恐怕 我不如 安石之才 而均有 王又山之高 质疑 岳下 就和两个 妓女携手 恍若柔柔软之 入天台 进到宣礼 就索要执笔 要留提相赠 西门庆叫书童 来 笔墨 伺候 这蔡御史 终归是状元之才 拈笔在手 文不加点 自走龙舌 灯下 一挥而就 做了一首八句诗 诗的最后两句 是这么写的 此去诱天 心畅往 不知何日 是重来 写完了 就叫书童贴在墙上 又问两个妓女的名字和号 韩金串说 小的号 玉清 董娇儿说 小的剑号 威仙 蔡御史一听 威仙两个字 心中很高兴 就留意在心里 又和西门庆 下棋 饮酒 饮完了酒 蔡御史说 啊 夜深了 我不胜酒力呀 大家走到外边 站在花下 那时 正是四月中旬 花好月圆 西门庆说 老先生 天色还早呢 还有韩金串 不曾赏他一杯酒呢 正是啊 你叫他来 我就在这花下 也一杯 韩金串拿着大金桃杯 针满了一杯 用掀手递上去 李娇儿在旁边捧着水果 蔡御史 蔡御史饮了 又珍一杯 赏给韩金串 蔡御史 拉着西门庆的手说 今日酒喝多了 贤公圣情圣德 此心玄玄 所欠恩情 学圣耿耿在心 在京 已经跟宅管家云峰表过 倘我日后 有一步生迁 断不敢辜负圣德 西门庆笑了 老先生 何出此言 不用介意 不用介意 那韩金串 见他一手拉着董娇儿 心里就明白了 往后边去了 到了上房 月娘问他 你怎的 不陪他睡 来这儿了 韩金串笑了 他留了董娇儿了 过了一会儿 西门庆安置好进来 叫了来兴吩咐 来兴啊 明早五更 准备十盒九米点心下饭 再叫上厨艺 跟着去门外永福寺 给你蔡老爹送行 再叫上两个小悠 别耽误了 爹 家里二娘生日 没有人看着 那好 就留下齐桶买东西 叫厨子 在后边大灶上坐吧 不一会儿 书童 戴安 又炖了一壶好茶 去花园里 给蔡老爹漱口 翡翠轩 书房床上 蔡玉使 见董娇儿 手里拿着一把 香飞竹泥金面扇子 上面水墨画着香兰 平息流水 董娇儿说 烦请老爹赏我一首诗 在这扇子上面 没问题 就用你这微仙号吧 说着 起身在灯下 写了四句 在扇子上 小院闲庭 记不花 一池月上 进窗纱 谢后相逢 天未晚 紫薇狼 对紫薇花 写完 董娇儿连忙败谢了 两个收拾上床就寝 这书童戴安和家人 在明尖里睡 一宿 晚紧不提 到了第二天早晨 蔡玉使给了董娇儿 一两银子 用红纸包着 她就拿到后边 给西门庆看 西门庆笑着说 文职的营生 她哪有大钱给你 这个 就是上上签了 董娇儿 交给了月娘 月娘又给了她 五钱银子 从后门 打发去了 西门庆出来 在厅上 陪她吃了粥 手下的轿马 过了街 两个人同上马 左右跟随 出城外 到了永福寺 借长老方丈 白酒渐行 来星和厨艺 早已安排好了 桌席 李明吴慧 两个小悠弹唱 喝了几杯之后 蔡玉使起身 临行的时候 西门庆说起了 苗清的事 蔡老先生 您看 学生被连累 还挂在旧大巡案 曾玉使的案下 如果遇见宋玉使 请你嘱咐她一下 彼此感激 哦 这个不妨 我见了宋玉使说 如果抓到苗清 忘了她去就是了 西门庆又坐一谢了 列位看官 听说 后来 宋玉使去济南 在河道中 又和蔡玉使 会在那船上 工人扬州 提了苗清来 蔡玉使说 这是曾玉使手里的案子 你管她做什么 就放回去了 两个船家 死刑立即执行 把安童给放了 这正是 公道人情 两是非 人情公道 最难为 若依公道 人情师 顺了人情 公道亏 西门庆 西门庆回到方丈处坐下 长老走过来 合掌问询 递查 西门庆 打礼相还 一看 这长老 雪梅交白 就问 长老多大年纪了 小僧 七十有四 难得 还如此健康啊 请问法号啊 小僧 法名 道奸 您有几位徒弟啊 只有两个小徒 本寺也有三十多僧人 长老 你这寺院也挺宽大的 只是欠修正 不瞒西门老爹说 这座寺 原是周秀老爹建造的 寺里没钱 年久失修啊 张老 原来这是守备府 周爷的香火院 我见他家庄子不远 这样 你禀告周爷 写个化缘簿 别处也在化些缘 我呢 再资助你些 道奸长老 连忙又合掌 问讯谢了 西门庆吩咐戴安 戴安 去 取一两银子 谢长老 今日打扰了 西门庆去后边更衣 看见方丈后面 五间大禅堂 有许多云游和尚 在那里敲目于看惊 他就信不走到里面观看 看见一个和尚 骨骼奇怪 相貌丑陋 长着抱头凹眼 肤色像紫干一样 河下的胡须凌乱 就像是个形貌古怪的真罗汉 在那蝉床上睡着了 垂着头 把脖子缩到枪子里 西门庆口中不言 心中暗想 这个和尚 必然是个 有高手段的高僧 不然 怎么整成这个样子 就高僧叫他 这位僧人 这位僧人 你是哪里人士 何处高僧 叫了头一声不答应 第二声也不言语 第三声 只见这个僧人 在禅床上 把身子打了个挺 伸了伸腰 睁开一只眼 跳起来 向西门庆点了点头 你问我吗 平僧 行不更明 做不改姓 乃西域天主国 密松林 齐妖风 寒庭寺下来的胡僧 云游至此 施药救人 哎 你既是施药的 那我问你求些滋补的药 你有没有啊 我有 我有 胡僧 我请你到我家去 你去不去 好啊 我跟你去 胡僧 你说去 好 那咱们马上就走 那胡僧 拿着他的铁柱杖 煮着 背上他的皮搭脸 搭脸里 有两个药葫芦 下了禅堂 就往外走 西门庆吩咐戴安 戴安 去 叫两个驴子 官人 不需要 你骑马先走吧 平僧也不用骑牲口 肯定 逼你先到 那你 一定是个 有手段的高僧了 又怕他走了 就吩咐戴安 戴安 你好歹跟着他同行 西门庆告辞长老上马 胡人跟随 进城回家 且说 那天正好是四月十七 是王六儿的生日 家中呢 李娇儿也过生日 有堂客来吃酒 候赏时分 王六儿派他兄弟 王精来请西门庆 吩咐他 王精啊 到那宅门口 你就说 找戴安 他到了门口 却不见戴安在那儿 王精就在外面 站了一个时辰 正赶上月娘和李娇儿 送院里李妈妈出来上教 看见这么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丝 就问 那小丝是哪儿的呀 王精也不知道他是谁 就走到月娘跟前 给他磕了个头说 我是韩家的 找安哥说话 月娘问 哪个安哥呀 平安在旁边 生怕他知道是王六儿那儿来的 担心他说差了话 就把他拉到一边 对月娘说 他是韩伙计家派来找戴安的 就算骗过去了 月娘也不言语 回后边去了 微会儿 戴安和胡僧先到了门口 戴安走的 两腿都酸了 浑身是汗 抱怨连天 再看那胡僧 体貌从容 气也不喘 平安把王六儿派王精来请爹的事 对戴安说了一遍 戴安 我不想让大娘看见 我在旁边替他遮过去了 等会儿娘要问 你也这么说啊 那戴安累得只顾扇扇子 哎呀 今儿怎么这么点背啊 爹叫我把这秃驴给领来 哎呀 累死我了 这么远的路 从门外四里一直走到家 路上都没歇脚 走得我 上气不接下气 爹叫顾驴子给他骑 他又不骑 他走路没事 把我鞋底子都磨漏了 脚也破了 哎呀 这憋气的婴子 哎 平安说 爹请他来家做什么呀 谁知道 说是跟他讨什么药 正说着 听见贺道声 西门庆到家了 看见胡僧在门口说 大师真乃人中之神啊 果然仙道 一面让到屋里大厅上 西门庆叫书童接了衣裳 换了小帽 陪他坐下 吃了茶 那胡僧睁眼观看 天堂高远 院字深沉 家具古董奢华 这正是 驼皮画骨 镇听堂 乌木春台 成酒器 胡僧看完 西门庆问 大师 用酒吗 贫送酒肉齐行 西门庆吩咐小思 后边不用准备素菜 去 拿酒饭来 家里正是礼娇儿生日 厨房菜品丰富 安放桌子 只顾拿上来 先靠边放了四叠果子 四叠小菜 又是四叠暗酒 一叠头鱼 一叠糟鸭 一叠乌皮鸡 一叠卤鱼 一叠核桃肉 一叠羊肉 一叠羊罐肠 一叠滑泥酒 西门庆让胡僧吃了 叫秦童拿过鸡脖壶来 打开红泥头白酒 倒进高角钟里 递给胡僧 那胡僧放进口里 一吸就喝完了 马上又上来 一叠寸渣的骑马肠 一叠烟辣鹅脖子 又上来两样下酒水果 一叠子赖葡萄 一叠子流心红李子 最后又是一大碗 扇鱼面和菜卷 顿时把胡僧给吃撑了 贫僧酒醉饭饱 足够了 来人啊 把这酒桌撤下去 西门庆庆就向胡僧 求那防树药 胡僧说 我有一支药 乃老君炼酒 王母传方 非人不渡 非人不传 转渡有缘人 既然官人厚待于我 我给你几碗吧 说着 从搭殿里 取出葫芦来 倒出百十碗 又嘱咐他 每次只吃一粒 不可多用 用烧酒送下 师父 这药有何功效啊 此药形如鸡卵 色似鹅黄 三四老君炮炼 王母亲守船方 外表看 犹如粪土 里面看 比珍珠还贵 赠予知音客 永坐保身方 西门庆听了 就问他求方 师父 请医需请粮 传药需传方 武师不传于我方 我日后用没了 到哪儿去找师父啊 随师父要多少钱 我给师父 戴安 去 给我取二十两白金来 西门庆把白金 递给了胡僧 要跟他求着药方 那胡僧笑了 哈哈哈哈 平僧乃出家之人 云游四方 要这资财何用啊 官人 趁早收回去 说完就要起身 西门庆一看 他不肯给药方 就说 师父 你不收资财 我有一匹 五丈长的大布 给师父 做件衣服吧 西门庆 马上让左右取来 双手递给胡僧 胡僧 方才谢了 临出门 又吩咐 不可多用 切记 切记 说完 背上搭帘 拄着拐杖 出门 扬长而去 这正是 主杖挑脱 双日月 忙携踏遍 九大洲 话说 那天 李娇儿过生日 官爷安的王姑子 请了莲花安的薛姑子来 又带来了 他两个徒弟 妙凤和妙趣 月娘知道 他是个有道行的姑子 就连忙出来迎接 见他戴着清净僧帽 披着褐色的袈裟 剔了青玄玄头 长得胖乎乎的 四方大脸 进来和月娘众人 何时问好 月娘和众人 连忙行礼 见他拿枪拿掉 咬文绝字 大家都称呼他 薛爷 他叫月娘 在家菩萨 或者 观人娘子 月娘很敬重他 那天 大镜子 杨姑姑都在这里 月娘特意 摆菜书点心 一大桌子给他吃 两个小姑子 妙趣妙凤才十四五岁 长得很清俊 大家都在上房里坐着 听他讲道说话 只见书童在前面收下家伙来 月娘问他 前边那吃酒肉的和尚走了 刚起身 爹送他出去了 吴大镜子问 是哪里请来的僧人啊 月娘说 是他爹 今儿给菜御史送行 寺里带来的一个和尚 酒肉都吃 他求什么药方 给他银子 也不要 谁知他干的什么营生 那薛姑子听见就说 吃婚 饮酒 这两件事 也难断 大藏经说 如你吃他一口 到转世过来 须还他一口 吴大镜子听了说 像俺们天天吃肉的 也不知道转世 有多少罪业呀 薛姑子说 这都是前生修来的福啊 享荣华受富贵 譬如五谷 你春天不种下 到秋天哪有收成 这里说话不提 且说西门庆送了胡僧进来 戴安悄悄说 爹 头里韩大神派他兄弟来请爹 说今儿是他生日 请爹好歹过去坐坐 西门庆得了胡僧的药 正想要试试 这药灵不灵 没想到 来请了 郑重下怀 就吩咐 戴安背马 派秦童 先送过去一坛酒 自己直接到金莲房里 取了银器包 穿上便衣 戴着眼纱 戴安跟随 来到了王六儿家 下马到里面就吩咐 刘秦童 伺候 戴安 你先回家吧 家里要问 就说 我在狮子街 房子里算账呢 戴安答应 骑马回家去了 王六儿出来 给西门庆 给西门庆磕了头 在旁边陪坐 说 也没什么事 请爹过来 散心坐坐 多谢爹送酒过来 我呀 我呀 忘了是你的生日 今儿去送行 才回家 说着 从袖子里 取出簪子 递给他 今儿给你上寿的 六儿接过来一看 是一对 金寿子簪子 哟 好漂亮啊 连忙到了万福 西门庆又递给他 五钱银子 去 让小司 买瓶南烧酒来 给我吃 哟 别的酒吃宴了 想起来 又要吃南烧酒了 秦童拿瓶去买了 六儿替西门庆 脱了衣裳 请入房里坐下 亲自炖好茶 给西门庆吃 又放小桌 看牌耍子 咱们说 戴安回到了家里 因为跟那和尚走累了 一觉 直睡到掌灯时才醒了 揉揉眼睛一看 天晚了 就到后边要灯笼接爹去 月娘问他 你爹也不进来换衣裳 去谁家吃酒了 爹在狮子街房里算账呢 算账 算一天哪 算了账 爹在自家吃酒呢 又没人陪他 平白无故的 在自家吃酒 一听就不对 头里那韩大国的小司 来找你干什么 他来问韩大叔 什么时候回来 贼囚根子 又不知搞什么鬼 戴安也不敢多言 月娘叫小玉拿灯笼给他 又吩咐戴安 你就说 家中你二娘等你上售呢 戴安答应着 走到前边铺子里 只见书童和傅伙计坐着 水柜上放着一瓶酒 几个碗碟 一盘牛肚 平安又拿了两盒茄盒来 正在吃酒 戴安看见 把灯笼撂下 哎 好啊 我赶着了 又逗书童 书童好淫妇 我说找不着你呢 原来躲在这儿吃酒呢 你找我做什么 想是要和我做半日孙子 你还敢还嘴 说着 把书童按在椅子上就亲嘴 那书童用手推开 哎呀 你把人家牙花子都碰破了 帽子也掉地上了 戴安不容分说 把书童按在炕上 往他嘴里吐唾沫 把酒也推翻了 傅伙计怕失了账本 连忙来擦 嘿嘿嘿 你们俩 玩着玩着还真动手了 可不是吗 你看戴安啊 玩就玩 笑就笑 还往人嘴里吐口水 平安筛了一欧子酒 递给戴安说 你快吃了 接爹去吧 有话回来再和他说 渡辱兴奥 我见到这里 慢走 加油 快吃